嘗嘞 Hello 大家好 我也很厲害啦 居然那麼快又上影片了 沒錯! 今天就是要來分享 我是如何通過CFA Level 1考試 那我會先做CFA考試的初步介紹 然後分享我的準備方法跟流程 最後說明一些考試檢疫及數益事項 也順便拿國內的金融證照 跟CFA Level 1的難度做一下比較 那一樣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 CFA的全名是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中文是特屬金融分析師 聽起來超級長 然後是全球最普遍認可 而且含金量可以說是特別高的一張金融證照 也被譽為金融界的黃金證照 那CFA之所以如此具有公信跟聲望 我覺得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 鑑別度 CFA是分三級的考試 也就是Level 1 2 3 要先從Level 1開始 考過了才能考Level 2 最後就是考完Level 3 才能拿到一張完整的CFA證照 所以其實我這次考完Level 1 後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而且Level 2跟Level 3的難度 絕對是遠超Level 1的 然後這三個Level的考試 幾乎每年的通過率都在50%以下 也就是不到一半 科想而知它有一定的鑑別度 第二個 門檻高 就是報名費很貴 首先入會要先繳一個首次注射費 是450美 然後考試費用有分三階段 越接近考試的時間報名就會越貴 也就是我們說的找鳥票的概念 那第一階段的報名費是700美 第二階段1000美 第三階段1450美 所以你要通過Level 1 最少最少也要繳1150美 換算台幣就是3萬左右 我那時候報名是第二階段 所以多花了300美 媽的真的是還好有過 不然真的會吐血 但這邊也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CFA是有提供獎學金的 但是要符合特定的條件 而且我看了一下喔 只要是女性 基本上就可以申請 所以有興趣報名CFA的女性有人 我是強烈的建議你們一定要去申請 雖然不是完全免費 但是可以省不少錢 不過我有一個同學是男生 然後也有用其他條件去申請到 然後他跟我說 其實要申請到獎學金沒有那麼難 所以我把申請獎學金的辦法連結 放在下方資訊欄 有興趣的就可以去看一下 第三 知名的分析師多半擁有這一張證照 因為這是一張全球都認可的證照 雖然他絕對不完全是實力的展現 但至少可以當作基本知識的合格 所以很多知名的分析師或高階主管 都是CFA的持證人 也因此當越多人持有CFA這張證照 CFA就會越來越有價值 以後很多工作也會越來越看重CFA 那再說明一下CFA Level 1的考試內容 CFA Level 1是全英文的考試 且一次考10個科目 那我就把所有科目跟他的比重放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你是大學上科生 大學所學到的可以涵蓋考試內容的6到7成 但最麻煩的就是它是一次考這全部10個科目 所以涵蓋的範圍又大又雜 那考試提醒的部分是120題的選擇題 選項都是ABC3選1 一份上午考叫做AM 一份下午考叫做PM 都是限時3小時而且不能提早教卷 是個總共要考6個小時的考試 基本上都會花掉一整天的時間 考完就差不多是吃晚餐時間了 通常都是心力憔悴 考試的及格標準則沒有明確的規定 一般是計算MPS分數 MPS分數等於全球排名前1%的考生 平均正確答案的數量再乘以70% 聽起來超級複雜 那我舉個例好了 題目上下午各120題 加總的就是240題 全球成績排名前1%的考生 平均正確答案的數量是220題 那麼考生就要答對 220題乘以70%等於154題 才有可能通過這次的CFA考試 那職業道德倫理算是比較特殊的科目 那也特別被CFA看中 所以說只要你職業道德倫理有A或B 然後你的總體答對率又超過70% 基本上就是可以Pass 那如果職業道德倫理不幸Fail了 其他科目就一定要力挽狂然 不然很有可能就是去 接下來是分享我的準備教材跟準備方法 我的準備教材有 2019的Sweezer Notes Sweezer Quicksheet 還有網路上抓了4份Mark 就是Monity 沒有報名任何的補習班 原因是Level1很多東西都是我大學學過的 只是變成了英文 所以覺得自學應該還應付的啦 然後教材的部分我是建議直接讀原文書 不要去看中藝本 因為考試就是考全英文 準備的時候就習慣讀英文 增進自己英文閱讀的能力 對考試是絕對有幫助的 這裡也先做一下名詞解釋 Sweezer Notes 就是大部分人準備CFA都用的主力教材 Note有筆記的意思 而Sweezer Notes 顧名思義就是Sweezer出版的 簡單來說就是CFA的參考書 另一個比較有名的還有Willy 都是評價不多的參考書 大家可以自行上網爬文選擇 那Sweezer Notes 是1300頁到1500頁左右的原文書 然後分成五本 每一本在200到300頁左右 而我用2019的版本 單純就是因為我找到的是2019的 又懶得在找2020的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有這種不是看最新教材的情況 其實可以去CFA的官網 看Watch Changes 或看網路上其他的資料 那近三年教材內容更動的部分 我都已經幫大家整理好了 2018到2019 跟2019到2020的教材 都有做更動 連結就放在下方資訊欄 2021的內容 CFA則是宣布沿用2020的教材 也就是跟2020一模一樣 我是非常建議 不是拿當界的教材的人 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這些變動 很有可能就是當界的考點 但我自己啊 是因為沒有多餘的時間 所以是完全沒有去看的 最好的情況 還是直接看當界的教材 然後 是NOT濃縮再濃縮的超級精簡版 大概就三張A4正反面的內容 內容多半就是會用到的數學公式 跟大動點 最後的Mark 就是模擬試題 然後CFA官網會在考前的幾個月 開放幾回的Mark 都是包含一份AM跟PM 那當然越新的Mark 越有參考價值 但我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不能從官網抓下來 所以我寫的四回Mark 都是網路上抓的 可能都是比較舊的 我是建議大家 官網開放的Mark 還是一定要去做 那其中還有一個叫做 Secret Sauce 我自己個人是沒有抓 但是它的性質 就介於Quick Shoot 跟Note之間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自己去看 這邊再介紹一下CFA Curriculum 也就是CFA的官方教材 只要是報名CFA 它就會強迫你購買電子版的curriculum 內容是3000到3500頁左右的原文書 雖然大家都說寫得很詳細 寫得很好 但真的是很厚啊 我個人是建議直接讀Swissor Notes 有看不懂的地方 再去看官方教材 但我自己是官方教材 連碰都沒有碰 因為當時是一邊當兵一邊準備 可是我強烈建議 時間允許的話 官方教材的練習題 還是一定要刷過一遍 那我的準備方法就是先把Swissor Notes看完 前每一章節的練習題都做完之後 就去看Quick Shoot 然後開始刷Mark循環 Mark循環就是每刷完並檢討完一份Mark 也就是AM跟PM各一份 共240題 就再回去複習一次Quick Shoot 跟自己寫的筆記 我稱這叫做一次的Mark循環 我總共是循環了4次就上戰場了 那這邊有幾個準備重點要注意一下 Swissor Notes的部分 職業倫理道德 一定要最後看 其他的章節生氣就是爽就好 我自己就是照著Notes的生氣一路看下來 最後再回去看職業倫理道德 原因是職業倫理道德 是一個非常神奇的科目 就是你花更多的時間去讀他 也不一定會拿到更好的分數 但他又是比重最重 而且CFA非常看重的科目 所以真的非常牛 然後Notes沒看完一單元 絕對要直接做單元的練習題 原因就是當下可以直接理性觀念 跟加深記憶 也建議讀Notes的時候 覺得重要的東西就可以超成筆記 我那時候所有的筆記都是寫在 這一本小筆記本上 他真的完顏撐起了我的CFA Mode 而且因為他很小 所以在軍中我可以方便期待 就常常可以在零碎的時間拿出來複習 那裡面大概就長這樣 就一堆英文單字 跟重點還有公式 反正就是很隨性的筆記 好不好 而我自己在看Notes的時候 就是覺得看懂七成就ok了 畢竟CFA是你只要有考過 你考高考低都是test 所以想要短期充施的朋友 就不用太鑽牛腳尖 但我還是建議 能搞懂多少 就盡量搞懂多少 畢竟準備CFA Level 1的過程 真的是給自己一個惡補 基本金融知識的機會 然後Quick Sheet的部分 因為完全是精華 所以上面有寫的東西 一定都要背下來 記不清楚的地方 也可以抄進你的筆記本領 至於寫Mark的時候 也有幾個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 一定要計時 我自己的英文閱讀速度還算ok 所以之前寫過的Mark 都可以在兩個半小時之間完成 但是如果你英文閱讀速度比較慢 或是你平常是看中文教材 計時就真的很重要 主要就是怕你考試當天是寫完 第二個也非常重要 就是寫第一份Mark的時候 絕對是慘不忍睹 那大家絕對不要傷心 因為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 我記得那時候正確率應該差不多 就一半而已吧 或可能還沒有到一半 但是大家一定要 化悲憤為力量 好好的去檢討各種不清楚的知識點 然後把這些重點整理起來 抄到自己的筆記本裡 下次就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那我有時候檢討的時候 想解還是看不懂的話 就會直接上網找答案 不管是用YouTube還是其他的網站 反正現在線上的免費資源真的很多 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利用 我自己認為Mark循環 時間允許的話至少要做個八回 也就是16份的模擬題 我只做四回是因為我時間真的不夠 時間允許的話我真的不會敢讓自己 只做四回就上戰場 再來就是大家可能很想知道的 CFA的考試資源到底哪裡找 那我就來分享一下我的歷程 在報名完CFA後 可以用CFA的線上互動課程學習 線上互動課程的下面都會有討論區 討論區裡會有一些大家互相邀請的 WhatsApp群入 想辦法加進去 你會發現大祕寶one piece 我完全沒有在乎 那有些人是去大陸的網站上找 這個部分我就比較不清楚 不過我WhatsApp群主 是已經被停出去的 所以問我教材怎麼取得 或叫我寄給你的 先說我一律不會回復 請大家多多見諒 考試當天則有幾個建議 第一 午餐建議自己帶麵包 中午就不用再跑來跑去 可以省下不少時間 第二 中午吃飯中餐的剩餘時間 絕對要再繼續複習自己的筆記跟Quicksheet 其實任何考試都一樣 絕對不要大意 很有可能在你這段時間讀的東西 下午就會考出來 第三就是考試結束之後 絕對要檢查一下 東西都要帶走 絕對不要忘在考場 我那時候就是考完事後 就匆匆忙忙的離開了 結果水壺都放在那邊 我是等退伍之後 才跑一趟把水壺拿回來 所以大家千萬 離開前一定要再三的檢查一下 再來就是注意事項 考試當天必須要帶到的東西就五個 第一個是護照 而且要注意一下有效期限有沒有過 第二個是CFA A4大小的準考證 CFA在考試前一個月會合發個人的準考證 要自行去官網上列印下來 然後A4大小黑白的就可以了 第三個是鉛筆或自動鉛筆 我自己是習慣用自動鉛筆 然後我就多放幾根筆心在自動鉛筆裡面 這邊也跟各位偷偷分享一下 我從小到大 考各種大大小小的考試 都是用4B的自動鉛筆筆 除了手感比較滑之外 顏色又比較深 我填答案的速度就可以比較快 那這就只是給各位參考 我自己是沒出過事了 如果你願意承擔風險 可以試試看 但初始千萬不要找我 謝謝 第四個 橡皮擦 而且規定套子一定要提前發掉 所以 記得五套 OK 第五 計算機 CFA規定可以使用的計算機 就兩個型號 第一種是Texas的BA2 Plus或Pro的版本都可以 第二種是HP的12C 那我自己是用BA2的Plus版本 我覺得非常好用 推薦給大家 至於我的準備詳細接受呢 我覺得算是蠻精彩的 那講故事的時間 開始 我是去年7月底 報名了12月初的考試 然後8月中才開始準備 那時候就覺得時間還早 所以就沒有很認真的準備 就是偶爾去一下圖書館 讀個三個小時就回家了 到9月8號入午前 只讀到Notes的第二本中間 入午後就是偶爾用軍中零碎的時間讀 因為我自己有把Notes印出來 然後帶一小部分進去 但剛進去第一階段當兵真的是太忙了 其實是沒什麼時間讓我看CFA的 到了第二階段大概10月中 準備要去金本的時候 第二本都還沒看完 然後到11月中的時候 大概只看到第三本的開頭 但是11月中有一個返台長假 本來是放8天的 但是因為12月請了三天假要返台考試 請三天是因為前後各預留一天做緩衝 所以我的長假就跟別人不一樣 扣掉那三天我的長假只剩五天 那五天基本上不誇張 我是完全沒有浪費任何時間的 每天都至少有讀8到10個小時左右 然後就把進度一次推到的第五本 剩不到一半左右 等於是我那幾天 每天都念100到200頁的原文書 那時候真的也是潛能解放的 剩下的第五本下半部分 跟職業倫理到了 是等回金門之後再看 其實我那時候就知道時間真的很緊繃 所以回金門後考試前的兩個島秀 別人出去旅遊吃美食 我都是一個人去均勻附近的殖書館 讀整天的事 然後讀到晚上吃完晚餐就回營區 就是有那種十年寒窗的感覺 然後考試前倒數第二個島秀就讀完了第五本 那真的是在營區裡各種零碎的時間都不可能浪費 之後的職業倫理到了 整個科目是我在均勻裡面直接看完的 刷MARK的時候 就是每兩天做一次循環 一個循環就包括剛剛我前面說的 MARK的練習、檢討 還有Quick Shoot加自己筆記的複習 最後返台的第一天我又做了一回MARK循環 也就是第四個MARK 隔天就上戰場了 然後也老實跟大家說啦 上午的AM題目絕對會比下午的PM題目來的簡單許多 我上午的部分是兩小時左右就寫完 所以上午一考完我是超chill的 趕快吃完麵包就繼續開始復習 但是下午一考完不誇張 自從那之後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可以Pass 因為我拆了不少題 而且考完之後我只剩25分鐘 而且一直來我真的都覺得我沒有準備好 所以返金之後每次別人問我考的什麼樣 或者一直跟我講幹話說什麼我一定會過 我臉都是真的還蠻臭的 但我知道他們是真心祝福啦 甚至是到了1月28成績出來前 我都希望時間可以過慢一點 就妥腦心態啦 因為真的很不想面對 但是當我打開通知信 然後上面寫PASS的時候 整個人真的都快要解脫了 運氣真的是好都炸了 超級壓線通過 所以說堅持到底真的很重要 只要不放棄就有機會 然後第一次沒考過的考生也千萬不要氣餒 我當時的想法就是 只要1月28的成績出來是Fail 我就直接再給他重新報名一次 雖然CFA的報名費真的真的算相對很貴的了 但是通過的話我覺得他帶給我的價值 是遠遠超過那個報名費的 但還是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準備並按部就班 不然就真的要各種超級時間管理 而且壓力真的還蠻大的 然後當初報名的原因真的很簡單 就是因為自負 那個時候一個月通過了10張台灣的金融證照 我上網就常常看到有人分享證照新的文 下面一定會有 不如一張CFA的留言 我就腦弱給他爆下去了 但這條路這樣走過來也是非常艱辛 但也真的很充實 再來就是考試難度 先讓我再釐清一次CFA Level 1到底難不難 其實不難喔 只要你是商科生 大學學過的東西可以涵蓋給他考試內容的6到7成 其他就算沒教過 大部分也都是比較簡單的概念 而且考試題題是ABC3-1 不是ABCD4-1 我這麼說好了 我們來做一個數學問題 為了百分率計算方便 假設考試的題目是100題 而不是120題 且每題1分 考試的時候我們覺得有把握會對的題目 有X題 不確定的 全部用猜的 也就是猜了 100-XT 我們最後的成績會是 X 加100-X 乘以1分之1 那個1分之1就是你猜對的幾率 只要這個分數是超過70 基本上就會PASS 所以經過計算 X只要大於55 你就可以PASS 換句話說 實體裡面只要你確定會5.5題 你的運氣不要太差 都是可以PASS的 是不是聽我這樣分析起來 好像也沒有那麼難的 但 其實也有一定的難度 就像一開始介紹說過的 不管是Level級 通過率通常都不會到一半 Level1甚至是三個級別裡 通過率最低的 常常在40%左右 而且你必須要去思考 自己考生都是花了大把銀子去參加考試 沒有人會想要Fail 然後把報名費丟水裡 大部分的考生都一定是非常努力的在準備這項考試 但有些人可能因為運氣不好 或其他種種的原因 所以就沒有通過 那這是非常可惜的 拿國內出階證照 最難的出階外匯來比較 我之前給出階外匯5顆星 CFA Level 1 我會直接給他10顆星 原因就是他要記的東西真的太多太雜了 又是全英文 而且絕對不會出現一模一樣的考古題 只會出階類似提醒 然後我準備的時間 總共加起來大概是100-150個小時左右 但準備的真的很趕 而且又有運氣加起 如果是上課生 平時時間又比較充裕的 我建議至少花兩個月來準備 如果是非相關科系的學生 我建議至少要花4個月來準備 好啦最後一定有那些大神 如果職業輪領到了 就可以上戰場而且考過 所以說CFA Level 1很簡單 花幾天就可以解決了 對那些大神來說就是 piece of cake 但我自己也是花了不少心力 然後並通過了這項考試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因為CFA Level 1的考試觀念 真的不難 難在他考的東西很多很雜 你必須要在一個時間點 擁有那全部的金融知識 說真的很多東西 你現在問我我也都忘了 但他考的就是一個信念跟毅力 我也相信在座的各位 只要付出足夠的心思跟時間 一定可以換取CFA Level 1的入場券 最最最後也想要往這個方向邁進了各位 每個Level都一次通過 我自己也會找時間繼續考取 Level 2跟Level 3還有FRM 考過一樣會拍新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就加油好不好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也建議大家可以去PTT 多爬爬其他人分享的心得文 或在YouTube看其他人分享的心得影片 讓我之後會出的影片就是股票投資 跟面試的一些技巧跟心得 有興趣的話真的拜託訂閱一下 謝謝老闆們 那今天就這樣吧 我是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